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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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进取日益强大 最近大韩正忙着咖啡馆分店的装修准备开业 这不她一直在跟妻子徐静不断地商议磨合 从外观上看 这家咖啡店和普通家庭住户没有什么区别 可走进去却别有洞天 这是一个利用中式民居改造成的小咖啡馆 店里的中国元素运用自如随处可见 而墙壁上的照片则体现了主人的西方生活情调 起初杰瑞米在她的家乡并不是以咖啡馆为业 那时候的中国对她来说似乎天方夜谭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在2009年 这就是当我母亲的死亡 我经历了很长时间看着她 我需要一个假期 所以我一直以为我做的事 是来到中国 所以我认为我去假期 在中国 吉瑞米出生于英国 在法国长大 拥有多重国籍 在法国故乡 吉瑞米生长于一个教师家庭 兄弟姐妹共五人 童年时的吉瑞米十分顽皮聪明 深受热爱旅游的父亲影响 吉瑞米从小就向往遥远的中国 母亲的不幸去世 让吉瑞米变得成熟起来 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对陌生世界的探寻 吉瑞米带上真爱的照相机 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旅途 在吉瑞米周游世界的计划中 重要的一战就是中国 让她万万没想到 在中国邂逅了一位南京姑娘 这位姑娘改变了吉瑞米的一生 在中国旅游世界的计划中 我曾经计划到黄色的山河 在黄色的山河 黄色的山河 我停留在南京 当我在南京 我认识了我的妻子 我认识了 2009年 吉瑞米在去南京旅游的路途上 结识了徐靖 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 相约结伴去黄山游玩 起立的黄山风光 深深地打动了吉瑞米和徐靖 同时也催生他们之间的爱情 就在那时 吉瑞米蒙发了定居中国的念头 我记得坐在车上 看着美丽的海岸 和我分享这些与其他人 我突然问了 我突然问了 这就是一个女性 我需要在我的生活 我问了一个问题 之前我们到复兴 当我到岸上到岸上 我知道答案 徐靖是一位五虎姑娘 在马来西亚读完研究生后 回到祖国 来到合肥 从事室内设计艺术工作 爱情没有国界 徐靖与吉瑞米 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 细味相投 性格相容 吉瑞米追随徐靖 也来到了合肥 他可能跑过很多国家 再加上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 所以那时候再快聊天 比如聊到共同的爱好 旅游 摄影 人文 还有包括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 就是跟父母 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然后我父亲是因为 我大学毕业那年 他也是癌症去世 他母亲也是 所以可能在情感上 有一种共同的东西 从黄山归来 吉瑞米和徐靖 上午领取了结婚证 下午就开启了自己的咖啡馆 造船厂咖啡馆 我的妻子和姨 一直在想要开启了一个咖啡馆 我曾经做了这个工作 我认为我做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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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咖啡馆的墙上 随意地张贴着一些 特色鲜明的照片 为狭小的空间增色不少 这些照片 都是吉瑞米的杰作 吉瑞米领着我们看店里的书籍 他拿起一本莫言的著作 激动地跟我们聊了起来 早在法国时 吉瑞米就知道莫言 知道一些获得国际奖项的中国电影 是根据莫言的小说改编的 从那时起 吉瑞米就对中国 对中国文化心存气派 造船厂咖啡馆不到一百平米 却成了合肥外国人的聚集地 他们来这儿喝咖啡 品酒 聊天 谈自己的工作 也谈在中国的趣事 此刻 咖啡馆里的外国朋友 越聚越多 吉瑞米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要去观看一场演出 苏格兰红辣椒风笛乐队 在中国巡演 到了合肥这一站 今晚 吉瑞米和一众好友 来到合肥大剧院 早船厂咖啡馆生意红火 名声在外 它既是吉瑞米和徐进 在合肥的一项事业 还是一处僻静的港湾 这里没有风浪 烦恼和压力 只有宁心 自由和惬意 它更是吉瑞米和徐进 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 然而请别忘记 吉瑞米的中国名字 龙大汗 舒适安逸 从来就不是大汗的追求 龙大汗希望自己 能像成吉思汗一样 不断进去变得强大 所以吉瑞米就在所难免了 所以吉瑞米就在所难免了 吉瑞米的中国名字 吉瑞米不仅对文化和艺术有着自己的眼光 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和肥居住的时间越久 它越发感觉到和肥是个迅速发展的城市 市民们的生活需要 除了一日三餐 吃饱穿暖 还应该具有精神层面的向往 我现在的这个小的店铺啊 它还是有格局上的局限性 就是无形中就把大家给分开了 但实际上中国人过来 就是我们的中国朋友过来 跟外国朋友 实际上他们有强烈的 就是需要打成一片的那种 对对 它有一个文化上 中西方文化的一个融合的过程 但是我们实际上小店做不到这一点 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让每个人走进来的每个人 觉得它不是一个人 它找到的是一片领土 咖啡馆开分店 吉瑞米将其是作对城市理想生活的追求 让更多人在辛劳之余 错饮咖啡 寻求内心的安宁 开分店还可以扩大经营 让更多外国人和中国人交朋友 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 但是开个分店意味着更加辛苦劳碌 吉瑞米的中文还不是很娴熟 妻子徐静再次给予吉瑞米 莫大的鼓励和知识 夫妻虽有分工 但分歧也在所难免 会有的 你比如说就是对于吧台的中文 一直安排 因为我从设计时的角度 我要考虑到这种空间的利用 然后这个座椅的摆放 但是他对这种如何去装设它 他倒没有意见 他考虑的是功能性 就他用起来 他在吧台后面 或者是别人在吧台后面 用起来的方能性 我可能在美观上考虑的更多 另外的是 有些东西 当两者不能结合成一点的时候 你肯定要取一个折衷的方法 吉瑞米想把西方人习以为常的咖啡文化 推广到合肥更多的地方 让更多异国他乡的游子 在合肥能够感受到一丝慰藉 一缕温馨 他还希望有更多的合肥人 爱上咖啡与咖啡文化 一连几个月紧锣密鼓的奔王 吉瑞米和徐晋的辛苦可想而知 但是精益求精是他们夫妇的共性 今天吉瑞米和徐晋结伴前往御丰花市 选购花卉 为新店的内部装饰做准备 吉瑞米和徐晋结合 有一 matter five fünf 第二? 21 二 对 多少钱? 一贤 一盆 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 太貴了 太貴了 你要什麼碼就自己的 一百一 一百 一百一百吧 徐靖看到吉瑞米有點狀態不佳 於是改變計劃 決定從花室出來 直接去醫院 為吉瑞米針灸 大師父 大師父 阿祖父 大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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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前兩天了 他就抬了兩杯 然後還有啤酒桶 就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你的腿是吃這樣子的 然後他就這樣撇了 因为它抬冰箱的时候 脂肪不太能控制腿心 这个治疗吧 不管是外国人治疗 首先要来我们这里 首先心理下要接受 它就是做到的 就是我接受这种治疗 然后通过治疗以后 给它带来疗效 它就更信任这种治疗 所以我接受这种治疗效果 因为我的治疗效果 新店的装修正按部就班进行 吉瑞米告诉记者 开业当晚还有一个大惊喜 等着我们 每个人都很感兴奋 这个室室 我来说是一个决定的步骤 我们都花了所有的力量 在这新商业 我们想要做一个很幸福 我们想要做一个很幸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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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这个 我们想要做到 promise 健康的事情 要知道的一 Aye Jo,一般是很有名 这不动摇一样的目的 为什么有没有钱 呀, It's kind of lifestyle 基本上他做了我们的生命 混合了我们的孩子 和我们的孩子 吉瑞米 欧波 龙大汗 在不远万里的中国合肥 不但是见了童年的夙愿 还找到了爱 找到了事业所在 我们中心住院造船厂咖啡馆 和他的分店在合肥